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曹魏阵营中非常骁勇的一位武将 徐楚在单挑能力 在曹魏军中紧在点围之下 就是这样的人都打不过张飞 徐楚逃脱后 他的结局是怎样的呢 依据三国演义简教分析 首先葫芦口徐楚与张飞曹操赤壁大败后 赶忙逃回北方 走到葫芦口时曹操认为安全 看到 众将人困马伐便下令歇息一番 此时徐楚拖了自己的战甲准备歇息 不料张飞带兵杀出曹操慌忙逃窜 留下徐楚抵挡张飞 只见 徐楚随意穿上战甲 连马鞍都没有来得及安好 便仓促应战 徐楚大骂 卓郡屠夫 安敢放肆 徐楚来占领 张飞也是急性子一看有了接自己的牢底 当即应战 不到十回合便将徐楚打败 徐楚在曹操其他武将的保护 下逃走 徐楚此时认为 这次战张飞并不是自己的本事不行 反之是认为 这是人困马伐的原因 张飞也不多说 按照孔明的吩咐回到了刘备大营 这一次的徐楚也可以说是侥幸逃脱 虽说有运气成分 不过在几年后的汉中之战中 二人的交战 毫无疑问奠定了徐楚战不过张飞 展开全文其次汉中之战 张飞自徐楚兵马为栋梁草先行 曹操当时梁草所剩无几 想要派一将典一军去押送梁草 按照常理曹操没有必要如此的紧张 押送梁草的事情 完全可以随意派遣一个将领 不过这时的汉中之战是非常紧张的 梁草有失 曹军必败 对于汉中这块巴掌大的地方 对于曹操来说可有可无 不过对于刘备来说 可是必须要得到的 汉中是巴蜀的大门 相当于刘备的咽喉被曹操掐出 汉中之战的发动 就是刘备为了能够把曹操的这只手拿开 因此 曹操才会如此紧张的派遣大将去押送梁草 去 楚一马当心的说 曹公此次过去 看蜀军安赶来结梁 曹操非常开始 因为徐楚去的话 蜀军中不应该有人能够打败徐楚 结走梁草 不过他却忘了 徐楚的内心是非常自大的 在三国演义第七二十回 为首大将 乃张飞也 挺毛纵马 直取徐楚 出五刀来营 却饮酒醉 敌不住张飞 占博树河 贝飞一毛刺中肩膀 翻身落马 军士急忙就起 退后便走 张飞虽脾气暴躁 但面对大敌时还是会比较收敛的 他的嘴上从来都不说 徐楚知道来人是张飞的时候 心中大怒 正想抱上一次 葫芦口的一见之仇 徐楚当时醉酒 简要说一下徐楚醉酒的原因 徐楚身为曹操的贴身是为 按常理说是不能饮酒的 典威死后 曹操便不让自己的贴身是为喝酒 毕竟 典威的死 给曹操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如若当时典威不喝酒的话 可能不会死 徐楚继承了典威职则在群臣燕饮的时 后 作为侍卫的徐楚是不能喝酒的 徐楚有了这次自己带兵运粮的贤职 自然是要好好的畅饮一番 就如《三国演义》中所述 张飞还满满取徐楚首级 徐楚应战 却由于醉酒导致自己抵挡不住张飞 不过这次张飞没有一丝的运气成分 在战场上又不上张飞让徐楚去喝酒的 所以 这次张飞几个回合 就将徐楚一毛巧落马下 如果没有手下兵是拼死相救 徐楚必然丧命 两次徐楚与张飞都是被打败 不过徐楚的结局还是非常好的 最后徐楚结局 徐楚经历这一次战役后 从此再也没有上过战场 也没有以前狂妄 曹操在世时 经历过汉中之战失利后 便回到夜城休养生息 徐楚自然也是跟随曹操 本以为曹操死后 自己就可以稳稳地退休 享受自己征战一生的战利品 徐楚不过再也没有上过战场 徐楚最后一次 在三国演义中出境是 曹操病逝 曹批继位 曹植不服 举 楚奉命将曹植捉拿回夜城认罪 不久后病逝 死后被追封壮猴 他的后代也被重用 被曹家后人封为官内侯等职务 据记载 为民帝曹锐追思徐楚的中 孝 永烈 特地下赵包奖 又自徐楚的子孙二人 为官内侯的爵位 综上所述 徐楚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他的结局也是非常好的 包括许家的后人 曹家人不会无缘无故对徐楚这样好 实则是 他为曹卫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不过 他被张飞一毛赐予马下 也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败笔 你是如何看待徐楚的 欢迎关注 讲述三国故事 了解那段显为人知的历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